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人的心就是心缘一码 你太单纯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就休息 休息了就像睡觉 那就不是在休息了 第二 你注意这个享受呼吸 享受呼吸 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以后 你头脑里面会出现了杂念 你就会忽视乱想 那么在这个两种情况出现以后 你也在体验呼吸 体验呼吸可能比较麻烦了 因此加一个方法 叫鼠 鼠目的就是让你的心有事情可以做 否则的话 你老是太单纯了 太单调了 觉得无聊了 那你打开水 或者是呢 你觉得为事情呢 就乱想其他的事情去 因此呢 有事情让你做 而做的并不是那么复杂 非常单纯 像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而且呢 还不能超过十 就是因为我们原则上呢 数一口气呀 是数的出息 通常都是数的出息 而不是数入息的 出息 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的人呢 出息的时间比较长 入息的时间比较快 所以那个数出息 不管入息 入息自然会进来 那因此呢 通常就是数出息就好了 数出息 比如说我一口气出来 我知道一口气出来 然后呢 我数一个数目 数一个数目 我的念头 不在呼吸上 而是在那个 那个一 那个数目上 这个数目啊 老是一一直下去 在当吸气的时候 还是在一 你不管吸气的 你只管 出息的时候 你数一个数 数个数 一直到第二次再来 出息的时候 再数第二个数 那这个数完数以后 你是不管 这个呼吸了 而只管那个数目 你小的 再数 再数一 再数一 然后呢 到第二口气的时候 你再数二 第三口气的时候 你再数三 一出一入 数一个数目 一出一入 数个数目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的习惯是这样的 吸气的时间呢 长 呼气的时间呢 就过去了 呼得快 多半呢 呼得快 吸得慢 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 这个气守不住 我们讲是守气 守气 气进入你的肚子里以后 肚子里以后 要守住它 慢慢的出去 慢慢的出去 是健康的 如果呼吸 呼得太快 吸气 吸得 这个很慢 呼吸呼得太快 对身体是不好的 或者是呢 呼气吸气 都是快速的动作 那这个伤绳 伤肺 都会伤 那么如果说是 平平稳稳的 出气比较慢一点 吸气比较快一点 也不是那么快 这个比较快一点 呼气呢 比较慢一点 但是还有 吸气不要吸得 薄薄的 满满的 那边深呼吸 不能够吸得很满 打个百分之八十 就可以了 如果 吐气也是一样 不要涂得干干净净 涂得干干净净 你的肺里头 一点空虚也没有的时候 对 憋的感觉 你就逼气 叫做 所以肺始终啊 都有一点气流在这里 那呼气 吸气 呼气吸气 第二口吐气的时候 它这个 排出去的那个废气啊 一定会排得出去的 不会啊 所以你这个第一次没吐完呢 你好像老子有废气在肺部 不会 它是自然而然呢 它会调气 进去出来 进去出来 是百分之八十 每次都百分之八十 吸气 不要吸满 吐气 不要吐净 那输 输的是什么 输的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输得出气 输得出气 而不要输入气 但是如果有的人已经习惯了 这吸气就是这么慢的 吐气比较快一点的 那可不可以两个都输呢 吸进来也输一 吐出去也输一 我有一阵子就这样子 好 也可以吗 可以 因为你从一个数字 非常单纯 你这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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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都可以的 都可以 这样子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输得两次 对 输得两次 你还是第一个数目 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也很好 这也很好 要不要改呢 我现在正在改 不必改 也不必改 不必改 这个已经习惯了 说得很好的话 不需要改 你改了反而 扰乱你自己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说呼吸法 呼吸法主要的是 叫我们呢 是得到 头脑的宁静 身体 因为 吸呼吸法的关系 呼吸正常 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因为 你氧气 这个非常充足 而 肺气一定排出去的 这个 为什么还有一个呢 做的姿势也有关系 是 因为呼吸 修呼吸法 如果姿势做得不正确 没有问题 是 所以下集 我们要继续来谈 姿势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也欢迎您 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 享受呼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